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啊 我带你上我家逛逛 给你嘚瑟个东西 嘚瑟啥呢 你先别着急嘛 我带你看看 这是我家的小厨房 哎 我要给你嘚瑟呢 这是我挂在洗衣机前面的这一面帘子 哎 你不觉得这个帘子上说的这句话 真的特别到位 特别贴心吗 叫人间烟火气 罪斧烦人心啊 就是我觉得这一句话 真的很大很大程度上 代表了我的核心价值观 就是他怎么说呢 他在更大程度上 挽救了婚姻 促进了我家庭的和谐 这话怎么说的呢 是这样的 你看我刚才跟大家提了 我说这是我家的小厨房 其实我这么说啊 真的就绝对绝对是 对我家IT男体现了最大的尊重了 其实准确的来说 就这小厨房 它是根本不进去的 就是我家IT男 它是不会下厨的 你看我跟你说这句话吧 就是它体现了我们中国语言的博大精深 咋体现呢 这个不会两个字 既代表了英文世界当中的 cannot 又代表了英文世界当中的 will not 你说这种事 这要搁一般家庭 这不得打起来 我们家好像还挺和谐的 就 这个我也不是没有斗争过啊 以后再跟大家说 我斗争的这个事情吧 不过其实说句实话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 我还是很享受这个下厨啊 搞点什么好吃的啦 对于这个生活当中的这个小乐趣的 你也看到了我还在这个厨房养了一些绿植 看上去生机活活的 感觉生活挺美好的样子 是不是 所以呢 刚开始给大家说了 回归一下正题吧 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 啥特殊的日子呀 今天是世界读书日啊 不是我结婚纪念是吧 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嘛 那就是 我那个廉字出的那句话的 出处啊 人间烟火气 最富凡人心 它是出自汪曾祺先生的 这本书叫 生活是很好玩的 达拉这本书 不是推荐给学生去考试的 这本书跟考试没有任何的关系 但是我真的很喜欢 倒不是说 我看了这本书 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 我觉得可能是 我似乎之前都是性格往那一路走的 然后我看到这本书以后呢 觉得特别对脾气 非常非常的喜欢这个老头啊 这个这本书呢 很有意思 就是你看它里面 大概分了这么几个章节 哎呀 我这举着这个很难说啊 这是这第一部分 它写的是有味 它里面写到的一些美食 这种 其实我觉得 要这么说起来的话 这本书对于很多人来说 应该是不陌生的 因为咱们那要是 但凡上过初中的话 好多版本的教材 初中是选了一篇文章 叫那个高油的咸牙蛋 是不是 大概那个意思吧 你记得当时说到了一个东西 就说那个 他写到那个高油的咸牙蛋 特别好吃 就拿那个筷子这样一挑 然后那个油就滋的一下冒出来 就是我觉得这个语文的教学 让人很反感的一点 就是如果你真的是 不把它当作课文 一定要分析出这个 这个滋 这个滋的实验好处来的话 你发现这是一个 很生动的写法 对吧 你也特别愿意去尝试一下 那个高油的咸牙蛋 但是一旦在语文课本上 让你分析一下这个滋这个字的各种各样的手法的话 你反而是冲淡了人家高油咸牙蛋的这个味道 对吧 然后第二部分写的是草木 写到一些植物呀 花花草草 这块里面其实也有些名句的 我就我就写一下翻不到啊 我就写的里面有段 他说那个枝子花 他说这个枝子花就特别香 香的就冲鼻子 胆都胆不掉 然后所以为文人雅士所不取 这点呢 其实你看也对 中国的文人喜欢那种蓝花的香 就那种悠悠然 似乎飘过来有 但是你此戏文又没有那种感觉 但人家枝子花吧 就是太香了 所以文人雅士不喜欢 但是汪东奇就说 枝子花说去他妈 爱喜欢不喜欢 我就是这样香的放肆 干你们什么事 你看我觉得这个汪东奇 虽然他是一个非常传统 那种士大夫的教育 但是啊 你看对这种小植物 花花草草的这些关照 真的特别的 很有灵性 很接地气 他不是一个固守着 传统的这样的观念 来看待这东西的 特别有生活的气息 这块呢 来跟大家 他这个春秋这块啊 我觉得写的真的 更有味道的是这块 其实你可以多品品 这儿他春秋嘛 其实更多的是说 人的这种故事的 他里面说到了 这个老舍先生 也说到了 当时这个西南联大的中文系 像我这种中文系毕业的 就对这个西南联大中文系的事情 很感兴趣啊 因为他这里面 还有一篇文章 我觉得也写特有意思 叫大妈们 你看看这个汪曾祺 笔下的大妈 就那个时代的大妈 和咱们现在大妈 一样不一样 我觉得他真的很有 异曲通工的感觉啊 他就说 我们楼里的大妈们 都活得有滋有味 使这座楼增加了不少生气 他里面写了好几个大妈啊 我念一个特别有代表性的 我觉得写特好玩 你看他说 顾大妈是个胖子 她并不胖得 腮帮的肉都往下掉 只是腰围很粗 她并不步履蹒跚 只是走得很稳重 因为搬运他的身体 并不很轻松 他面白微黄 眉毛很淡 头发稀疏 但总是说得很整齐服贴 他原来在一个单位 当出纳是干部 退休了 在本楼当家属委员会委员 也算是干部 家属委员会委员的任务 是要换购两本 付十本了 就到各家连了来 办完了又给各家送过去 他的干部意识根真蒂固 总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家庭妇女 别的大妈也觉得她有架子 很少跟她过话 她也和本楼退休了的 或者尚未退休的女干部说话 说她自己的事 说她的儿女在单位很受器重 说她原来的领导都很关心她 逢年过节都要来看的 你看是不是很有生活气息的一个大妈呀 最后最后啊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觉得这个读书以后 不管是读书还是看电视剧啊 你穿插的进行一些理解 还真的很有收获的 就是有一个什么收获呢 就是你看他在这写这个植物的这一块啊 我在看真环传 其实我也讲过 咱讲那个海棠的那期 你记不记得 当然咱用了这么一个细节 然后下面就有人跟我刚好 他说老师你搞错了 这个人家皇帝说的是秋海棠 实际上秋海棠和海棠不是一回事 人家秋海棠是一种什么什么什么品种 你说我这个也不太懂啊 这个我晚上一查也确实是人家查出来什么 尊于秋海棠 白冰秋海棠 他确实他不是个花啊 哎但是你看这个东西啊 对于植物的称呼啊 这个咱们不太清楚 汪曾琦这本书里面 他就写到了这个秋海棠啊 真的是给这个真环传这个电视剧做了一个佐证 来一块来看一看 他说呢 说秋海棠精甚多 看到了吧 然后说齐白石洗化之 然后如何如何吧 哒哒哒哒说了一下 他说这秋海棠长什么样呢 这有句话说 我所不忘的秋海棠总是伶仃瘦弱的 然后他又说他这个母亲的那个院子里面 种了一颗秋海棠 他就说 这个外面有个小天井 靠墙有一个秋叶形的小花坛 不知道是谁种了两三颗秋海棠 也没人管他 他在秋天竟开白花 花色苍白样子很可怜 哎你这样 这个好像这个样子就真的对应上了 当时甄嬛传里那个秋海棠那个样子 而且你想想安玲众那个形象 这个颜色苍白样子很可怜 然后他连带起了皇帝的那种怜爱之心 这不是这个安玲众当时获胜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吗